大家好,欢迎来到北安斯课堂 哈喽,罗特小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吴老师的东西课堂 那么在今天这堂课上,我们要来开始新的一个单元,第32单元 安考分购物 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来学习下面的一些重点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购物习惯 电话投诉 那么在电话中,我们的谈话技巧和策略 最后,我们会来学习 也就是关于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将会来一起学习几个语法点 Germatic Genetive Attributor 第二个定语 Prepositionen mit Genetive Trots und Vegan 也就是加第二个的介词,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是两个 一个是Trots,一个是Vegan Prenomen als Ergens文 以及代词作为宾语的一个适用方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在这期课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重点内容是 Eins, Schwarz und Schwarz 愉快和压力 Zwei Wo kaufen Sie was? 您会在哪里买什么东西? 好,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词汇讲 Normalerweise Adverb 它的意思是通常,正常情况下 Stressig 紧张的,压力大的 我们来看个例句 Werhen der Prüfung war sie so stressig, dass sie sich an nichts erinnern könnte 考试时,她太紧张了,一直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同学们看课本第90页上面的图片 Zamme sie werden die Ausstrecke die zu dem Bilden passen 我们根据练习A的内容来看一下图片A 请同学们根据图片A来写出我们所想到的单词和把答方式 那么这些单词和把答方式要与图片中的人物和背景相符合 好的,我们在这里吴老师为大家提供一些可能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oderne Einkaufen gehen 女孩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着装 那么因为在图片上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购物袋 那么我们可以说她去购物 Gotshaish 那么这指的是她的发型 是一个短发 Lederhose 那我们看到她的身上的着装是穿了一条皮裤 黑色的皮裤 Einkaufen或者Einkaufen都是可以指穿着穿上的意思 Lederhose mit Muster 那么我们看到她的脚上是穿了一双戴着花纹颜色的皮鞋 Lederhose mit Muster 那我们看到她可能是刚刚经过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购物 然后非常疲劳的坐在了墙脚边underbund sitting 在墙脚边坐着休息 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课本上给我们的图片 其他的几部图片 BCDAF 来描述一下图片当中的人物背景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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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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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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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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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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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